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给他们的最好的印象就是喝得比较明白 那我们府顶的话是上面靠山一面靠海的 一千米以上海拔的山头的话有八个 最主要就分布在西面的潘溪镇还有广阳镇 像我自己比较喜欢一个潘溪料还有广阳料 广阳是出了名的高山区 当地的话雨水比较充沛 土壤的话主要是湖黄的双性土壤 所以当地它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是具备了产高山茶的一个优越性 白茶是不炒不融 没有破坏它霉的活性 自然氧化 那梅的活性它不单当它的口感还有它的汤色转变 芳香物质的递增 还有一些它的甘甜度来自于我们可溶性的茶多糖 当年的茶的话鲜赏度比较高 因为氨基酸含量比较高 银针是氨基酸含量最高的 接着到牡丹 瘦梅的氨基酸含量的话稍微赤脂一些 可是它的可溶性糖非常丰富的 所以大部分人会喜欢喝瘦梅 那当年的瘦梅它会比较寡当 没有太大的滋味 带一点的清气 煤的活性的自然转化 它这种清气会退掉 茶汤的口感会变纯和 第一年的茶跟三年的茶跟五年的茶 它每一年的口感 汤色还有香气滋味都有所不同 留年醉的话 是我2011年的失常的高香管阳瘦梅 管阳西坤的醇料 它主要还是以叶茶为主 含有一定的哽咽量 所以它汤水非常细和甜 散茶的汤色主要是以橙黄色为主 那增压成妆的话 它口感的浓郁度会增加很多 浓郁度 醇厚度 还有一些耐泡度 就出汁速度会比较快 然后这款茶是15年春压制的 当年的话就已经出售了三分之二 现在也就是剩100片以内 慢慢地给朋友分享 金谷花香浓厚度会比较高 它后期的果香转化会比较富裕 比较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泡茶 喝了以后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在泡就是说其他年份久的茶 因为年纪久的茶比较更柔和 它反而一直始终念念不忘 就是广阳高山这款留年醉的味道 相对重口味的会比较偏爱与广阳的 寿美高山寿美多一些 口感也是阴隆而已 因为口味重的朋友他们会喜欢中期茶 就是说转换的时间在五年至十年的茶 这样子它的口感的它有一些丰富性 接近于乌龙茶的口感 那你如果是说喜欢一些纯和的茶 茶性不刺激的 对体质更好的 后期的话茶气更足的 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再多放个几年 后期转换是光果的蜜香 还有它的药香都会转化出来 这边请下光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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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